其實在錄小康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一個歌手 他自己功課做了很多 那這個也跟他成長的過程 聽音樂有很大的關係 他音樂聽得很細 那老實講他細到說連樂器是什麼 那個樂器在哪個地方是有什麼配器 那鋼琴怎麼彈 甚至那個節奏樂器上面的部分 grooving 這個部分他都還聽得很仔細 那我覺得在這樣 而且他自己還蠻多想法 唱法的部分 部位這些東西 他的十八般五一他什麼都會 那就是我們在唱法上面 跟整個表現上面做一個溝通 那他常常會有給我一些很多的surprise 那當然他的 以他那個power 他那個power其實真的也沒辦法 他的共鳴箱這麼大 所以其實他那個 整個音量的瞬間的爆發點 其實是我們還蠻少見的 在錄音室裡面我們那個game 其實已經很小很小了 他那個level還是很大 那我覺得 但是他那個soul funk其實我覺得 厲害是厲害在這邊 他可以唱得很 很有power 但是他soul的地方 他soul的也很漂亮 其實我想 大家可以聽到他一些抒情歌曲的唱法 他其實前面的那種氣聲 用氣聲來帶情緒的部分 其實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他在轉音上面 我覺得在轉音的部分 他那個R&B 他不純粹是R&B的轉音 他還加上有一些那種流行音樂的一些 那種hip hop也好 或者是那種 那種流行搖滾的東西的轉音 也轉得很漂亮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他算是還蠻難得的一個 以新人來講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可怕了這樣子 那老師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小胖的話 老師會怎麼形容他 比如說有夢最美 或是主夢踏實 好 真的 一句話 我覺得 就是 無與倫比啦 那最後可以再祝福一下小胖 對未來 我覺得他應該是他的 那當然後面還是希望他們都在 不是這樣子就滿足 因為音樂的路程是無止盡的 請再多多的加油 多多的充實自己 然後千萬不可以有大頭症 雖然你頭一定會很大 但是我覺得千萬不可以有一些些這種 這種不好的習慣這樣子 那我相信他不會非常好加油 那我相信他不會非常好加油 我們idente上君的接受 然後導人 這次 聊